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用鸡蛋拖来做成不一样的教材 鸡蛋拖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让小朋友练习他们的精细动作 语言,甚至是数学,颜色分类,模仿,还有一些比较综合性的指示 我们一起先来看看我们如何用鸡蛋拖做教材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是鸡蛋拖 然后如果家里有颜色笔,红光笔,或者是Shoppy Watercolor也是可以 如果你没有Shoppy的话,我们可以用Watercolor 或者是那些蜡笔也可以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刀片 因为我们需要把鸡蛋拖割开 我先教大家教育孩子如何颜色分类的同时 他们可以训练他们的精细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把鸡蛋拖剪成两排 就是我们的鸡蛋拖剪成两排 然后我们需要把鸡蛋拖剪成两排 然后我们再读它 我们就是要上色 我们可以以小朋友的年龄 或者是他们的程度来决定 我们要上什么颜色 如果小朋友还是处于那种 并没有很熟练的辨别 那个颜色的话 我们通常就是会去 用五大颜色来让他们分类为主 那我们就是说最basic的 就是可能红色黄色青色蓝色 就是四种颜色 但是如果说小孩子会比较 就是advance 我们就可以用紫色 或者是其他 比如说虫色等等 那我们先上色 把颜色踩在鸡蛋拖的里面 感觉上我们也是用水彩笔还比较方便和容易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水彩来试试看 可是当然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支援 我们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个替代 比如说辣笔啊 彩色笔啊 都可以 如果小朋友是初学者 那就尽量不要在红色的旁边放青色 我们需要用一个比较大对比的颜色 比如说黄色 我们可以在他的隔壁涂上一样的颜色 或者一样的颜色 那取决于就是孩子的程度 如果这个孩子啊 他可能是初学 那我们就建议我们可以在 就是 就是两个最靠近的鸡蛋拖 这里涂上一样的颜色 如果说这个孩子就是他已经 就是对颜色已经有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就建议说 我们可以涂上不一样的颜色 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格是不一样颜色的 那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这个鸡蛋拖的上色 所以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如何在颜色分裂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让小朋友 就是practice他们的精细斗作 首先 狮子可以让他们用到他们的 的tripod 就是他们的三只写字的手指 就是这样子吃那个纸 然后 我们用单手揉成一团 然后把这个红色的纸 分类到红色 OK 那 我们看 如果是黄色 他们还是需要吃那个鸡 然后用单手揉成一团 放进黄色 那 若说这个孩子 他精细动作还不到这个程度 我们可以如何做呢 就是我们可以教他用双手 撕开过后 就是用双手 用双手的力量 来揉成一团 揉成一个一团 然后就是叫他分类 好 就是 比如说 橙色 我们就有橙色了 像我们这个 最好是可以一只手 让他们 就是他们可以用一只手来完成 是最好的 因为 就是我们叫 手指跟手掌 要有可以分开的一个 分开使用 就是 比如说我们用手指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没有在动 这个是 对他们以后写字啊 这些都是有绑住的 现在有一些人 比如说 你们就觉得说 我这个同时呢 我想要让他们学如何剪 剪纸 我们可以把这个 画成一条纸线啊 比如说 画纸线 就是可以画一条纸线 然后 要让他们跟着剪 就是他们要跟着线 或者的话 就是那种 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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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线 就是一种类型的 然后就是让他们跟着剪 把纸线捲好 捲好了以后呢 才叫他们捲起来 往里面放 所以 这一个活动呢 就是 教颜色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教 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训练他们的精细 动作 同时也可以 就是 在过程中呢 要他们说出 这个到底是什么颜色 就打一个比喻说 就是 这个是青 我们先问 这个是什么颜色 青色 所以他们才揉 然后把它归类到青色的格子里面 当然 对一些比较 就是 开始在学一些 比如说 念字的小朋友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 就是 就是把 就是用白纸 然后我们就是 写在纸张上面 就是 写那个颜色的字 来个比方说 就是 我们把 就是有这一张白纸 那我们在白纸上 就是分几个部分 就比如说把它分成几个 然后我就写 然后我就写 绿 是要他们韧字的话 我们要确定 我们用的笔 是必须要同一个颜色 就比如说 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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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他们就是 从这里 看我们 是想让他们剪开啊 还是 要他们 就是 撕开 就比如说 你剪 这样如果家里有 computer 有computer 和printer的话 如果我们print出来 当然是最棒 就比如说 这个是RAID 他们就要知道 它们揉起来之后 他们要归类在哪里 就是 他们可能要归类在RAID 那 他们就在剪 就是 就是 OK 现在是RAID 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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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要揉起来 归类在RAID RAID RAID 所以我们同一个 activity 可以去 那个不一样的小孩子的 那个程度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来用这个鸡蛋拖 所以多两天我们会再上载下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